故事很简单,但是剧本跟演员都很精彩。 一个小小的四合院,春夏秋冬刺激流转中,一个看似冷血无情的独自老人,与来租屋的女大学生。 从互不相认到和平共处,再到互相照顾,以及最后的分离。 一老一笑的情意令人感动。 这是我头一次这么迫切的想向大家推荐一部电影,而且是国产电影。 影片出场人物很少,终点都放在老人与女孩身上。 电影比起千里走单旗多了一分沉淀,比起玛丽和马克思多了分温馨,比起青唐电影院多了分质朴。 因为这电影太简单,简单的都有点珍贵了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是点特别奇妙的事。 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争端不断,冷脚激烈碰撞,撞着撞着倒擦出来的火花,激情刺涉起来。 有时候平静妥当,用个时髦的词叫岁月爱好,可以转眼变心如死灰。 人却楼空的例子也有个事。 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并没有什么功利定律和严格一群,也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,只重过那种的特例,把生活调气的起伏跌宕,甚至多彩多姿。 女导演马力文编导的电影,我们俩就是讲述人与人之间,展开奇妙关系的故事。 这也是马力文,既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之后的第二部作品。 在第五代导演所推崇的新民俗电影之后,中国的黄土地,洪高亮,不再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。 中国电影开始突破一,种奇怪景象,小人物,边缘人物的现实生活,以及真实的社会现实开始通过电影人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,并得到受众的喜爱。 而在这一系列新生代导演中,也不乏一些女性导演。 她们成为了电影界的一股涓涓清流,并展现出女中不同的风格。 她们运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切入点,展现出一道别让的风景线,与所有的男性导演,共同建筑一个绚丽多彩的影像世界。 马力文正是这样一位带有强烈性别标签的女导演。 虽然好莱坞豪华居士的商业电影如火如荼,抓足了中国人的眼球和钞票,但是,我们依然要冷静地承认,电影能够打动人心感动世界的部分从来都不是技术,而是通过影像媒体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 在浩如野海的电影世界里,华语电影一直是十分特别的存在。 虽然它这辈的商业气息并不成熟,娱乐技巧也不高超,但是始终能够凭借一种独有的文化质感和赤子情怀,让我们获得欣慰与感动。 这部影片的制作绝不复杂,大部分场景都局限在四个月内,而故事情节已简单名了,其好处则全在情感二字。 或许可以说,马力文创作了一部非常精彩的言情小品,带着观众去感受岁月里的喜怒哀乐。 我们俩给观众的感觉,是如同明朝张大胡心庭看雪,那样的精短小文,寥寥几笔,舒朗自然。 我们俩是由公哲、金雅琴、罗中学的联合主演。 这部影片以及腐蚀真挚的情感,和轻松灵动的镜头,一直获得第十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。 最佳影片并斩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项可以说。 这部影片让更多人重新开始关注老人的生活和情感问题。 影片的投资成本只有22万,却在上映后一个月内收获三百多万票房,也因此得到更多观众的赏识。 到88.6,IDMB7.8,那番茄新鲜度98%,这个成绩真心不错。 影片讲述了极为简单的故事,两个人的空间,极其细腻力所最累积出的情节,频繁却耐人寻味。 主人公一位空巢中的孤独老人,一个为寻规独立生存的穷学生。 两个代表性的社会人物,被马力文六手神思的捕捉到,以小剑大反映出,很多既深刻又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存在。 据说也是根据导演的签身经历改编而成的。 北京求学的外地学生,小马刚搬入古宅老太太色和院中打建的小平房时,老戏古兼雅琴饰演的这位踢过马,扛过枪,抽过大烟,的精明老太太看上去,可真像个动画霹雳的邪恶老巫婆。 扮演小马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图片摄影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工哲,一双眼睛,金色的像两段干裂的唇水,那股毫无表演精力的笨拙女质谱,使小马这个人物,与见多识广的老巫婆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一个处处打压,一个斗志斗勇,门管事情还是傻,总之各有各的算计,各有各的心眼儿。 前半段你来握芒豆的热闹极了,观众看了也不亦乐乎。 马力玩镜头里的北京东天腹地,像是隔着一层桌心亮白的旧玻璃,冷得透明,冷得超然。 冷得要眼刺目,似乎请客换上血盲针,冷得眉心眉肺,未带一点粉饰,无谓的暴露在眼前。 如同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孤僻孩子,穿着多疑又易怒的心思,苛刻地防守着极其强烈而脆弱的自尊。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座空荡荡的老师四合院,不情愿地凉落插着几株瘦瘦的皮血的枯树。 水龙头冻到,连鼻涕眼泪也忘记了流,只有口中牺牲进猪的哈气是活的。 画面中出现一个始终闻盲的女孩,一个孤寂独坐在门廊的老人。 一个脾气古怪,老气横丘的皱纹挂满了脸庞,总显出一副处处不饶人的样子。 早已步入了岁月的年华木尾。 另一个,还总是给点阳光旧灿烂,倒扣般的年华,像刚刚起航的蒲公英。 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 几乎贯穿电影几乎整个小圈的这一老一上,那种看见是太炎凉的苍凉感,和对未来生命无限闲家的憧憬,激烈地碰撞出了动人的乐章。 老人的生活单调乏外。 搬进来一个女大学生后,她开始跟邻居偷偷地观察女大学生。 只看着她忙着忙着着我生活,顺势让此季的四合院跟天生气。 一开始,很多人和我一样,会觉得这老人真讨厌。 尽在小满的便宜,欺负老实。 人不说房租也不肯降,什么都很计较。 后来,女学生偷竭电到房间里头吹暖气,两人的故事就更有趣了。 这两个女人既鼓相当,年纪感其实没那么重要了。 老人很会算计,那是历经风霜之后,磨脸出来的冷静。 而白老怀童的任性与伴随,让人觉得,她还有点为老不追。 但看到最后,会很喜欢那个老人。 编剧很聪明,让老人丧失讲话的能力博取观众的同情,同时意识却清醒得很。 巴掌着眼睛流出泪水,看着女孩的泪眼,让人久久不能忘却。 不让老人变假的话,这幕戏可就没那么动人了。 因为老人很少不啰嗦的,而生了病被丢到一旁的老人,更能体会心里有多愁苦。 那只镜头中出现多次的小狗,仿佛和独居老人狠像,被人遗弃,但又唇齿相依。 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,从开始的互相排斥,丁朝,到后来的相依,陪伴,建立了比亲生祖孙还深切的感情。 而他们共处过四季的小合院,也成了彼此生命中无法忘却的记忆。 马力文导演搭配的电影色调我十分的喜欢,淡淡的冷色调加自然光,光线自然而富有生机。 导演在影片色彩的应用上,显得较为成功,尤其是导演的红色的应用,是整部影片画面视觉美的一大亮点。 朴素美不等于视觉画面没有生机,黑,白,灰和美,很永恒,但依偎强调,搞不好是得其反。 导演一方面通过季节的变化让影片的近,院里的,好像这个撞了拿入的姑娘是为去寒而来。 租下着间连下的小屋,院里的死寂与沉默,仿佛快站到了结束的端点。 她的讨价还价,她的做梦人海报,她的电磁炉,她的偷用的暖气片,她的每一次折腾,想个不停的BB机,忙着拉电话线的一头热,上房头鸟窝。 她求着老太太考模片晒太阳拍下她的一天,为老人洗头书发油肩,热烈时抱着毛绒玩具雄醉呼呼的傻笑。 分手时,灵女不高而别的倔强,招腰穿着京剧骑装骑车锻炼身体的物资可爱。 过年挂满院子的红灯龙洗脯子,甚至清晨第一个懒腰后,敷衍的双牙洗脸。 这些惊喜的到来,拾木气沉沉的小院,有了亮色与月洞。 这也是导演所要表达的青春,对茂迪的忠盈。 一老一少两个精明的女性,在鸡毛蒜皮的战场上,冲突,念得观众好奇心突起。 开始时,小马完全在老人故作威严的镇压下,始终有着被老太太赶走的危险。 这时,情感的契约还一直悬而未定,等待地结达成。 但无论是二人之间的稚气呵斥,还是无言的冷眼互望,哪怕一个热水瓶都足以打动人。 资深在外的穷学生,独自在被经苦去生存发展的机会,小马贯穿着急炮姿态,总叫人压力窒息。 这个当过兵,骑过马,打过枪,车过大烟,手脚中身的不一般的老太太,却无法抗拒生命即将终结谢幕,在岁月的围鼻下认了书。 西洋残照,他所能做的,就是无声的挣扎与对适事的提防。 他们能触碰的焦点,就是对落寞的驱逐,共同的手势,他们相识一笑。 所以即使是争吵,还是透着幼童般的任性与执迷幼,懵懂。 但也许,老太太只是个刀子嘴斗腐心的倔脾气。 她面对世界的唯一方法,就是披挂全身甲胸,心置人于千里之外。 而小马的质乱,莽撞,跟清澈恰好成为了打开这本硬币书的钥匙。 也许老太太自己都会意外,都不知道在已经接近生命尽头的时刻,心里依然还保有那么柔软而脆弱的一面。 有滚烫的情谊,有难受的眷恋。 租住户总要搬离,老人总会去世。 悲凉在于,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关系的随意组合。 一次次看到小马离开时,老人将不开口的不舍,总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么真实的挥别。 小马走了,老人病重,老人的孙子要结婚了,养女的老太太送进了养老院,不惊心寒,情情何去何从。 当一不能说话的老人紧紧握住小马的手,两双除落泪就是情的也,我们也先酸道远的无力呐喊。 走过了秋冬,他们终于开始用大伯的身体取暖。 片中一个邻居说,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这么亲,一个外人,一起住了这么两天,却这么的舍不得了。 这就是现实的生活和人物,对一个老懒无败的老太太而言,有些莽撞,但是帅善良的小马就是自己的亲人。 导演涛 过一个小故事,把我们经常忽视的老人和女性当成爱的对象,进而传达出对晚年生活的窥探和失意的人文关怀。 影片有四个章节,也是四个转折,分别与四个季节展开描写。 故事的开始,发生在冬季,冬天展示了老人与女学生小马的陌生、冷漠,相互排斥的关系。 春节,两个人因为电话费发生误会,大吵了一架。 当老人知道自己误会了少女的时候,心里生出了内疚,情感的处须开始变得柔软。 春天叙述了老太太与女学生小马相互了解的过程,是他们情感成长的阶段。 从邻居那里得着老太太的身世以后,少女内心生出了许多敬佩和恋爱。 随后,小马为了完成作业拍摄了一个小故事,她选择拍摄的短片是老太太的一天。 夏天是草木风云的季节,老人与少女的感情,已经发展成相互依赖相互关怀。 点点滴滴的细节,温暖树心。 秋天最凄凉,素杀儿寂寥的时节,少女搬出四合院与男友同住。 临走时,老人颤抖拉住女孩儿的手,说了一句揪心的话,真搬走了,真搬空了,真搬空了,就这么搬空了。 到这里,老人与少女之间的感情亲密程度,已经达到了血浓与水的地步。 观众也已经泪崩,老人再次恢复了旧日的生活,无人陪伴,寂寞冷清。 老人病倒的时候,心里想得嘴上面的,不是女儿和外孙,而是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的小马。 当小,马接到老人死去的电话时,影片做出的无声处理堪称妙诀。 大街上人来人往,小马寂静无声地蹲在天桥上不知所措。 当小马再次重返老月子,推开门,只看见窗上大红的喜字,物是人非,宣告了一个结束,也预示了一个开始。 最后,天桥上小马伤心地哭泣,月子里喜自兴奋的照片。 醒目且浓厚的对比色彩,真的很让人受不了。 我们俩的结局,则多少该有一些张狠人学的意味? 小马的来去就像一阵风,老太太因为她的来而充实,而快乐幸福,又因为她的去而空虚,而失魂落魄,以至于最终病倒,不惧而亡。 这样的结局有些残酷,但仔细想一下,这更贴近现实。 更重要的,这在艺术上也应该是一种美,残缺美,就像断臂的维纳斯。 而人物台词土素,而又接近我们的现实生活,是让人物的性格准确地表现出来,处处都是节眷和简约的。 收领冷静的情绪,掌控的恰到好处,并没有什么具体的高潮,或让人落泪的地方。 但随着故事的慢慢展开我们的感动,似乎显得水到渠成。 玛丽文式的干净利落的叙事功力,也一次显现出来。 而在我们俩中她时不时运用的大量留白剂省略,使得画内和画外的故事和情感相结合。 维维带来一个纯粹感动之深的故事。 前面也说过,我们俩是一部一导演资深经历为故事框架的影片。 玛丽文出生在江西上。 各世纪九十年代,玛丽文来到北京,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。 为了找到一个住处,她骑着自行车挨家去问,后来,她在北京的四合院找到了一间小屋。 房东是一位孤寡的老太太,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。 之后,玛丽文听说老太太去世了,脑子里出现了许多回忆和内疚。 玛丽文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写出来,从而拍成了电影《我们俩》,我们也可以猜测,她就是影片中,公者所扮演的小马。 就对艺术电影的内涵要求而言,我们俩谈不上多么艺术或深刻,也没有叫小所谓人性和灵魂。 人物只有两个,一个老太太,一个小女孩,在租房相处的过程里,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,堪称是落已久的联系。 不能说是感天动地,但她就是抓住了人内心的一种感情。 不许无华如此既更迹,却与许多人一样平凡的生命紧紧相连。 我们俩算不上深刻和优美,故事和情感没有感天动地,人生的真谛和人性的招式,也不过是出路端倪。 但是她完美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忽略已久的联系与沟通导演,以季节为框架的分割是很高明的,巧妙地隐喻了老人与少女之间的感情色彩的善变。 影片用简单的细节,表现了厚重的情感,这是我们俩能够赢得观众认同和喜爱的关键所在。 对生活真实情境与人物内心的尊重,比华仲虚宠更为珍贵。 我们俩,以真知诚恳的基调,叙述了一个日暮残念的老人内心的波拉。 这种真实诚恳的态度,让影片或许失去了影院的票房,却赢得观众的尊重。 事业老太太的金雅琴不得不及,高龄八十四岁,是大陆舞台剧资深演员。 我们俩是她首次快速电影大萤幕的演出,精湛动人的演技,使她获得了东京影后的肯定。 而金雞百花奖的评委张艺谋的,也都一致推重,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颁给她。 金老太太领奖时激动的说, 我当时看了剧本后就特别感动,掉下了眼泪,这部影片片酬很低,甚至不如我拍电视剧一级的酬劳,可是我不在乎。 在拍摄我们俩时,由于金老太太年岁已高,拍片时必须克服许多困难。 如,剧本的字体必须放大很多倍,还要准备放大金给她哟。 不能带着助听器,听不到别人的对白,就只能看口型或手势来接戏。 还有一次,她因为没看见院子里的积水,而摔了一跤,把额头也磕破了,吓坏了剧组的工作人员。 也难怪,有这么多热爱艺术的老蝎骨们,默默地奉献着,向他们致敬。 看完我们俩,颇有些又喜又悲的复杂心情。 悲的是真正优秀的作品,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,却要承受着刻骨的寂寞。 喜的是尽管在这个恶劣的现实底下,仍然有人能够保持清醒坚持坚行,也对现实留存了些微的希望,希望出现。